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买房子的事情 那买房子呢,毫无疑问,恐怕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投资了 那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谨慎 毕竟是这么贵的东西,又不是去超市买菜 还是呢,在买房之前会做很多的功课的 那尤其是在国外安家置业 很多地方呢,都跟国内不同 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加拿大买房的整个过程 从开始看房到最后这个成交中间的各种步骤 和需要做的一些准备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当我们准备要开始买房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要大范围的开始看房 那我个人建议可以先找一个比较靠谱的房产经济 带着去看房 那房产经济呢,它是完全不收取买家的费用的 一切费用是从卖家这边来出 那开始看房呢,除了经济可以带你去看之外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很多的research 那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网站 一个叫ZOLO,在上面看房非常方便 另外一个呢,是REW的网站 那这两个网站呢,都是可以看到非常全面的房屋信息 旧房、新房都有 然后可以按照位置、价钱、房屋类型等等来进行选择 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用的 那我呢,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呢,我也会用这个ZOLO它自己的手机的这个APP 个人也觉得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 那开始看房的同时,我建议也同时开始做房屋贷款 如果还没有找到心仪的房子 可以先做这种预批贷款 主要是做到心中有数吧 尤其是第一次买房嘛 我觉得还是早点开始做准备比较好 那银行呢,它有可能会要各种各样的文件 有一些有可能还需要国内的一些证明 另外呢,大家也可能希望多找几家银行问问看 有些可能可以提供更好的利率 有些银行呢,它给的那个贷款额度可能比较高 那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呢,都是挺花时间的 所以还是多留一些充裕的时间呢,比较好 那做房屋贷款呢,可以直接去银行找自己的客户经理 或者可以让你的房产经济呢,进行推荐啊介绍 关键一点是要找这种可以信任的人 比如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及时的回复你的各种问题啊 然后他是不是能把这个专业的东西解释的很清楚啊 或者是他是不是可以给你争取到最好的利率等等这些 都是挺重要的 那当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 相信不久呢,就可以看到心仪的房子了 当看准了房子呢,其实就可以下offer了 这个时候你的房产经济就要发挥他们相当大的作用 包括帮你准备这个offer 然后跟这个卖家进行沟通啊,讨价还价啊等等 那在准备offer的时候呢,房产经济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跟买家确认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充分的沟通呢就显得非常重要 比如啊,什么时候进行成交 在offer上是不是要放一些conditions 通常会放在上面的conditions呢 有比如说厌屋要合格 然后贷款需要通过等等 那在这个房市非常火爆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一个房子好多offer去抢的局面 这个时候呢offer上的conditions越少肯定是越有利的 那曾经温哥华在市面上出现过买几百万的豪宅 什么condition都没有的offer就是非常的夸张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 没有任何condition的话 对买方来说它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的 如果比如说你选择不厌屋 那之后房子有什么大的问题 你就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了 另外比如说如果你选择做没有贷款的condition 那买家在买房子之前呢 这个贷款就要全部做好 要保证银行呢绝对会P 如果就是万一有什么意外导致不能成交的话 那买家就要损失这个定金了 除非你手上有足够的现金 可以不用贷款一笔拿下 另外在下offer的时候 除了要结合自己的情况以外 也要看看买的这个房子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比如有些人会遇到买的这个房子呢 各方面都很满意 但是呢就突然发现以前他种过大麻 或者说这个房子呢它地下水有过污染 那就需要卖家在成交之前呢 他做好这个环境清理的工作 是不是要给你出具这个环保局的证明啊等等 当然就是刚刚描述的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呢 大多数都是针对于买独立屋 如果是买公寓的话 其实情况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 那买公寓的话 更多的是要看小区往年的这个会议纪要 比如说我们上一期提到过的 这个小区物业它是不是有很多的限制啊 另外有些比较旧的小区 可能接下来几年要进行大修 那每一户呢可能要再多出钱 那作为买家来说 你肯定不希望刚买来房子 就又要掏一大笔钱给物业 所以呢在这个买房之前 还是要多留心谨慎 另外呢你的这个地产经济也是要帮助你的 他们应该比你更了解这个房屋 对于这些潜在的有可能的风险呢 也应该及时的给你做很好的沟通 并且给出他们的建议 那如果刚刚上面提到的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 然后卖家也签回你的offer 那恭喜你这个房子就基本拿下了 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收尾的工作 首先要找一个燕屋师进行燕屋 这个是我觉得买二手房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燕屋师呢他会对整个房子进行质量的检验 从房屋质量到水电暖和各种家电的使用情况 目的呢就是确保这个房子功能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或者有些潜在的风险呀问题呀 他是需要告知你的 那买新房的话通常就不需要燕屋了 他在交房之前开发商呢 他是要给客户做这个全屋的展示 也是确保所有的功能齐全 另外我上期也提到过 就是新屋嘛都有这种二五十年的质保 在这方面就比较放心 那假设燕屋师 燕完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贷款也都批了 所有offer上的condition呢都满足了之后 那这个offer呢就是正式生效了 双方就不能再反悔了 下一步呢就是需要去找一个律师 来做最后的房屋交接的手续 那找律师呢其实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 就找这种realistic lawyer就可以 或者你的房产经济呢也可以给你推荐 因为他们一般都会有这种长期合作的律师嘛 那在加拿大呢没有国内所谓的房产证 所有房屋买卖都是要通过律师来完成的 他们呢会去负责做这个相关的法律文件和 所谓的过户手续吧 虽然他不会颁发给你一个房产证 但是这个房子呢他所有者的信息是会联网进行注册的 如果你有权限进去看的话 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房屋所有者是谁 这个房屋本身有没有房屋抵押呀等等相关的信息 那些律师呢通常都是拿钥匙的前一天 在见律师之前需要准备好房子首付的银行本票 所以呢在当天还要先去银行办理好银行本票 然后呢带着这个本票和自己的两个ID去见律师 然后律师呢他会拿出一大堆文件让你签 其实很多呢当初都是这个银行的贷款文件 那签好所有文件之后可以说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那签文件的这一天呢叫做completion date 然后第二天就可以拿新屋的钥匙了 拿钥匙这一天呢就叫做possession date 那这两个日期呢在当初下offer的时候 都是要很明确的写在offer上面的 那在这儿啊我想稍微多说一点 就是你的首付的钱和银行呢给你这个贷款的钱 他都会先打到买家律师的信托账户里 那律师这边手续都完成之后呢 他们才会打给卖家的律师 然后卖家律师呢再把钱给这个卖家 所以这个买房的整个过程从头到尾 其实买家都是不用跟卖家见面的 就是前期看房呀买房呀是你的房产经济负责沟通准备嘛 然后后期这个成江呢又是由律师来完成的 那整个过程都是经由专业人士之手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尽可能的避免了各种扯皮的可能性 和有可能出现意外的这个风险 就是大家想想看你的这个钱呢是打给律师的信托账户的 不是直接打给卖家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对你权益最大的保障 OK那今天呢我算是带大家把这个买房的整个过程大致走了一遍 希望对首次在加拿大买房置业的人呢有所帮助 如果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买房了 我也希望里面的一些信息能有所价值吧 我希望呢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多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 或者是不太常看到的信息吧 所以以上都是我自己的兔学总结 喜欢的话呢麻烦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尽管在下面留言我会尽快回复 那最后呢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呢我也会继续耕耘我的频道 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呢 记得告诉我我们下期见啦拜拜